我们跟公司签约的时候是签不能分开 一分开就会毁约 就要罚五千万 不是因为感情好啦 是因为不能分开 呃...优点喔 这个... 智琳没什么优点啦 呵呵呵 我觉得... YT... 有一个但是也没有很奇怪 他有说过 比较少人会这样 我先知道 这个就很奇怪了 这边拿一个东西 你看 被Key 掉了 这边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啦 这个店 oxygenة 现在有点被吃掉 这个这个是.. 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我们的Youtube的那而计阅等 破10万啦 哇赛 这个是个奖牌 不是假,假的 太谢谢大家了 怎么会.. 嘖 怎麼可能 好 就這樣 第三個網友想要看老爺們對看15秒 不是我是覺得本來是可以 嘴對嘴15秒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是沒有辦法 疫情過了我們再說 面對鏡頭看15秒 沒什麼好難的 我已經看了20秒30秒了 每次彈的時候要先敲一下胸部 然後它腫起來 他每天早上起來都會放那個毛巾在這裡 就是其實我喜歡做福利挺身 可能就會讓你的胸部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你就是每天就是要睡前 或說起來的時候就做個20下30下這樣 我不是做到那種一定要很大的 就是讓自己不要 肌肉不要垂下來 年紀越大你的肌肉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軟 趁現在還可以動的時候呢 男生的胸部大有好處嗎 胸部大沒有什麼 對也沒有好處嘛 也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喜歡做這個動作 動力火車成軍多年 想要聽到對方彼此說出對方的優點跟缺點 優點喔 這個 智琳沒什麼優點啦 她都是用那個紅藥水 我是覺得智琳她人蠻樂觀的 第二個優點就是 算是有一點點缺點中的優點 就是蠻固執的 那她這個固執呢 如果她用在好的地方的話 她就是在折上固執 第三個優點的話 還有毅力 你看她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每天 雖然不能說每天 但是幾乎都在運動 那缺點的話呢 就是長得不高 這樣的身材很好啦 但是那個往上的身材是不好啦 說秋心的優缺點 優點的話就是 我覺得有責任嘛 比較明顯的優點 就這樣 沒了 就這樣沒了 缺點的話就是 不容易說服 比方說有一些事情 說她會很堅持 她說不要就是不要 你這麼說服她 她就是不要去 上節目受訪的時候都有提到說 不會分開彼此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因為 我們跟公司簽約的時候 是簽 不能分開 一分開就會毀約 就要罰五千萬 所以不能分開啊 不是 不是因為感情好啦 是因為不能分開 五千萬沒有那麼多錢 網友這邊有在敲碗說 那有沒有機會可以展現你的鼓祭給大家看 很久沒有打了 所以 鼓祭鼓祭 是 是 鼓祭鼓祭鼓祭 哈哈 不是鼓祭 是鼓祭鼓祭鼓祭 喔 鼓祭鼓祭喔 鼓祭鼓祭鼓祭 最近有網友問說 老爺們最近有 計劃跟新一代的歌手合作嗎 還沒有計劃 但是是可以計劃的 可以講 大概也行 應該是 或許難說也不一定 那接下來有網友問說 智琳跟新一代可以互相爆料 對方有沒有什麼怪癖嗎 顏智琳的怪癖的話 他不是怪癖 他是臭癖 很臭的癖 我想到的不是什麼怪癖 是他的一個很怪的一個習慣 然後你覺得 你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會一直這樣 他會一直抓這裡 很安逸的感覺 很舒服 我覺得怪癖 有一個但是也沒有很奇怪 他有說過 比較少人會這樣 入音的時候他會打赤腳 這個就很奇怪 就是像在家裡脫衣服那種感覺 不是不是 不是那個意思 這應該算是怪癖嗎 算嗎 這是一個習慣 我本身比較不喜歡那種悶熱 除非是很簡單的一些歌 很快就這樣玩了 唱很久的話 我一定把襪子脫掉 這樣腳紮會涼涼的 很舒服 網友也問說 智琳哥在家為什麼要穿襪子 不直接穿飾 然後 貪心也錄音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脫掉襪子 所以剛剛基本上都已經回復了 所以沒有問題 為什麼炎智琳要穿襪子 在家裡 為什麼要穿襪子 很溫暖 不喜歡冰冰的腳 沒有 穿襪子隨時就可以離開了 隨時就可以走 訂閱比如說破五十萬或破百萬的宣言 比如說好我們年底破五十的話 我們就挑戰可以吃五十個紅豆餅 之類的宣言 我們不能輕鬆 那不是輕鬆 比較好過的嗎 比方說 對阿不能輕鬆一點 五十萬的話 也自你露腹肌 為什麼都是我 沒有我唱歌 我就唱一個Rush 我找一個Rush Doer的歌唱給大家聽 你也太輕鬆了吧 我哪有輕鬆啊 唱歌耶 沒有你腹肌很好看啊 那要不要我就做個 給大家欣賞一下 我做個25個福利挺身 哈哈哈 脫衣服做25個福利挺身 好不好 我破五十萬 絕對滿足大家啦 你很喜歡 有什麼存在 做個愛 不適合 叔母 就有一點 你怎麼回家